你们不要担心嘛 我会有能力照顾好爸爸了嘛 你们不要怕 他们一直认为说爸爸还是会好起来 只是可能暂时这样子会好起来 我也跟他们讲说爸爸一定会好起来吧 就像我儿子经常说 我国中的时候可能爸爸站起来了 我说对啊 他一直会讲说 我国中的时候可能爸爸会好 我大学的时候 我可以带爸爸跟妈妈去哪里 我经常会这样讲 我说对啊 我说爸爸会好起来啊 只是爸爸现在是伤到头脑的话 可能一下子 我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 我在外面尽量说是开开心心 带小孩子出气的时候 尽量开开心心 把自己 把小孩子带得高兴起来 尽量不会去影响到小孩子 像我也是 但是晚上啊 我就会难过的时候 我都不让小孩子知道 算是在那边很难过很难过 自己哭一哭 可是看到小孩子我还是要叫 还是要 该骂的嘛 该念的还是念想 我还是会 不让他们知道说是 我会 难过嘛 我怕他们看到说 爸爸生病妈妈带我妈妈妈也这样伤心 难过了怕他们会心里比较弱 也怕他们会受伤 经过这一段时间过得下来 我就会有一点点转变就是我的生活 不能说是一直去想过去 不能一直还说是还在伤心 是日子要过嘛 要面对未来 不能说是一直还在 就是以前怎么样啊 怎么怀念以前啊 怎么怎么样啊 日子要过的话 我就觉得 能够走到西民那边去 认识到有些地方的话 我尽量 也是很自然的就开开心心的起来 可是我不能就一直在说是 为了先生这件事情 把自己整个都沉醉下去 我就尽量的努力啊 尽量的给自己勇气 站出来 坚强起来 妈妈每天照顾你们要不要谢谢妈妈 要 要 要每天跟妈妈说什么 妈我爱你 还有呢 妈妈我爱你 妈妈谢谢你 妈妈幸福 以后我们长大 以后我们长大 帮你开一家小小的早餐店 哎呦好棒好棒 真的哈 你还有说要买什么给我 以后长大要买什么给我 对 买手铁跟小铅子 哦 大铅子 珍珠项链 珍珠项链对不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